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龙托邦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跟大家分享为一起发生在1996年的冤案,呼格揭露图案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还有另外一起案件比呼格案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这两起案件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法治道路上的里程碑 然而这样的里程碑又何尝不是一种耻辱重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聂淑斌啊 1994年8月5日,石家庄市烟压建厂技术科绘图女工康菊花 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康菊花和丈夫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了一束民房 他们所居住的地点距离工厂大约1.5公里 徒步去工厂的路上会经过一大片玉米地 8月初正值玉米快要成熟的季节 玉米林郁郁葱葱密密麻麻 一些文学作品将之称为青沙障 案发这天也许月黑风高 也许月朗星稀 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一天 康菊花就有如人间蒸发了一样 家人报警之后 警方于1994年8月11日上午11点钟左右 在那片玉米地中发现了高度腐烂的康菊花的尸体 玉米地距于康菊花家也就一步之遥 可是这样的距离足以让他和家人天人永隔 尸体被发现的当时北侧还有一辆 昆氏24行自行车 经过亲友确认就是康菊花生前所骑 在自行车旁边还有一串钥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 我们先记下来 警方初步判断 这应该是一起拦路监察案 而案发时间就应该是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左右 警方通过对周围居民的调查 很快得知了一条线索 村民们说陆下以来 经常有一个20来岁的男性青年 骑着一辆蓝色的山地车在周围来回晃悠 留着平头长方脸小眼睛 不像是视理人 警方高度怀疑这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性 就应该是案件的真凶 而那辆蓝色的山地车 就成为了警方寻找凶手的重要标志 1994年9月23日下午6点20分 石家窗电话厂的电汉工 20岁的聂淑斌被逮捕 原因是被逮捕当时 他就骑着一辆蓝色的山地车 第二天警方来到了聂淑斌家 其父亲聂学生外出上班并没有在家 当母亲张万芝听到警方说到 你儿子被捕了的时候 感觉是五雷轰顶 天都要塌了一样 被捕之后五天 1994年9月28日 警方熬出了聂淑斌的口供 他承认了自己就是石家庄 西郊玉米地案件的凶手 同年11月30日 石家庄社会治安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青纱障静悄悄 其中详细描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而聂淑斌的家人 也是通过这篇文章 才知道了自己的儿子 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杀人犯了 聂淑斌出生于1974年 家中还有一个姐姐 从小就口吃的聂淑斌 性格非常的内向胆小 根据聂淑斌的母亲张幻之所说 有一次他让自己的儿子 去杀掉家中一只生病的老母鸡 可是聂淑斌磨磨蹭蹭 好几天都没敢去杀 母亲说就这么胆小怕事的儿子 他不相信儿子能干出来强奸杀人的事 警方没有在现场采集到任何的指纹脚印 更没有做DNA的鉴定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证据 仅凭口控的情况下 聂淑斌被起诉了 在护克截漏图案件中 警方起码还找来了一个站不住脚的证据 但是在聂淑斌这儿证据直接省了 1995年3月3日 聂淑斌案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因为当天是不公开审理 聂淑斌的父母被拦在了法庭外面 二老就一直在外面等着 直到庭审结束之后 张幻之马上冲上了法院的二楼 刚刚推开走廊的门 就听见聂淑斌嚎啕大哭 聂淑斌看到母亲之后赶紧冲过去 但是被一位警察给拦下了 母子俩隔着七八米远 寒泪相望 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见面了 一审宣判聂淑斌强奸杀人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而奇特的是一审过后 被害者康家和聂家同时上诉 聂家上诉的理由 自然就是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冤枉的 但康家上诉的理由是 他们觉得这案件中 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楚 希望能够继续调查找到真凶 但遗憾的是 和护国极乐团案一样 聂淑斌案二审根本就没有开庭 只做了书面审理 1995年4月25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聂淑斌依然是死刑 两天之后 4月27日 聂淑斌就被执行了枪决 最可气的是 聂淑斌执行枪决的时候 相关人员根本就没有通知聂家 4月28日 聂淑斌的父亲挑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想去拘留所给儿子送衣服 这个时候工作人员 告诉聂淑斌的父亲聂学生说 你儿子走了 当时聂学生就觉得 走了去哪了 工作人员说 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一下子瘫软在地 此后聂淑斌的父母 讨要儿子的骨灰 还被当时一位姓孟的法官 冷嘲热讽地说道 你怎么还想着要你儿子骨灰呢 聂淑斌的母亲杨幻之说道 你们说我儿子是强奸犯 我可不这么认为 我就要把我儿子骨灰要回来 也许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枪决 一直就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 说聂淑斌之所以匆匆忙忙 就被执行了枪决 完全是因为当时有高层 需要慎移植 但是坦白说像这样的小道消息 咱们普通老百姓 凭网上的一些信息 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真相的 所以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论述了 2005年1月中旬 河南省行阳市派出所 在排查外地赞助人口的时候 在一个专场里面 发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王姓民工 此人外号大王一见警察就跑 逢年过节从来不回家 周围的工友只知道他是河北人 其他的身份信息一无所知 在警方几天的盘问之下 这个人的嘴终于被撬开了 他本名王淑金 曾经犯下四起奸杀案和两起强奸案 2005年1月18日凌晨 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的电话响起 接电话的正好是当天正在值班的副局长 郑成岳 郑成岳从1995年开始 就已经在查王淑金的案子了 到2005年为止正好十年 他得知王淑金在河南这一消息之后 马不停蹄的就赶到了河南 办理好了相关手续之后 把王淑金带回了河北省继续审讯 王淑金交代说 他犯下的四起奸杀案件中 有三起都在广平县 其中两起的受害人已经死亡 一起的受害人最后生还了 最后一起奸杀案 他是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犯下了 没错 就是聂树斌被判死刑的那起案件 王淑金供述说 1994年夏天 他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的 其他工厂打工 经常看见受害者 从玉米地中间的土路经过 8月5日这天 王淑金就动了邪念 他趁午休时间溜出了工厂 在玉米地附近埋伏下来 等待受害者经过 果然没过一会儿 受害者骑着自行车 从玉米地经过的时候 王淑金一下子冲了过去 连人带车拖到玉米地里面 将受害者掐晕之后 实施了暴行 在王淑金的供词中 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点 他说他在自行车上 看见挂着一串钥匙 当时他觉得这钥匙也没啥用 就随便扔在了尸体附近 而在聂淑斌的口供中 是没有关于这串钥匙的描述的 郑承岳听了王淑金的供述之后 觉得这事情牵扯太大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他申请调阅了当年聂淑斌审讯的卷宗 但是看了卷宗之后 郑承岳被气得说不出来话 因为这聂淑斌的口供 一看就是造假的 聂淑斌当年有非常严重的口吃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记录口供的时候 要一字不差的记下来 嫌疑人所说的每一个字 如果说嫌疑人是口吃的话 还要著名口吃 他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我我我你你你 这些都要记下来 可是根据卷宗显示 聂淑斌在两个小时 就完成了八页数千字的供述 这说话比正常人还快 太不可思议了 其次聂淑斌是于1994年9月23日被捕的 五天之后9月28日才出现了第一份口供 在这份口供中 聂淑斌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说 我这次的供述是真的 之前说了假话 目的是为了蒙混过关 也就是说在这一份有罪供述之前 应该出现过多份无罪供述 可这些无罪供述全部都不在卷宗之内 除此之外 聂淑斌一共九次提到作案时间 其中六次反复不定 聂淑斌所在的电话厂车间有一份考勤表 案发之后警方曾经将这份考勤表拿走作为证据 但是考勤表也不在卷宗之内 工厂的负责人表示 他们清楚地记得在1994年8月5日 案发当天聂淑斌是来上班了的 因为之后所有的员工都在讨论说 这聂淑斌当天来上班了 他哪有作案时间呀 那么聂淑斌的所有无罪供述和这份考勤表 究竟去了哪里呢 2005年3月15日 河南商报记者马云龙顶住压力 发表了一篇题为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 将聂淑斌案的细节公之于众 值得一提的是 马云龙深知 这样一篇报道如果作为独家新闻的话 在当时能够激起的水花是非常有限的 为了扩大影响力 它特别著名 欢迎转载不收稿费 一夜之间 这篇报道被100多家新闻社转载 当时的纸质媒体发挥了互联网的作用 马云龙也成为了聂淑斌案方案的重要推动人之一 王书金的认罪 让绝望的聂淑斌父母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他们失去儿子之后 二老度日如年 1996年下半年 心灰意冷的聂学生吞下了一整瓶暗眠药 试图自杀 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 但是落下了终身残疾 也成了偏瘫患者 不得不从石家庄连兼厂办了病退 二老每个月的病退金也就几百块钱 要吃饭要看病 还要帮儿子打官司 但是聂淑斌的母亲张焕之说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他一定要为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一案两兄谁是真兄》的报道 发布之后一个月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表态 对该案进行复查 并且争取在一个月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国媒体汇报结果 马云龙和郑承越都认为 这意味着聂淑斌案将会很快得到平反 可是没想到这一拖竟然是十年 2007年3月12日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王书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检方只对其起诉了三起监杀案和两起强奸案 对于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只字为题 一审判决王书金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书金在法庭上说 自己明明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 这是属于自首和重大立功的表现 本来应该减刑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检方就是不承认 他是此案的真凶 一审过后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年7月13日 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审理王书金 但是此后一直没有公布结果 一直到6年之后 2013年6月25日和7月10日 河北高院二审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 这一次出现了司法界的一场奇观 辩方拼命地辩称说被告人并非真凶 而被告人的律师拼命地说 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 王书金在法庭上高喊说 我明明杀了三个人 怎么就变成两个人了呢 顿时引来一场哄笑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高院对王书金案的上诉 做出了二审裁定 仍然否认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 此后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的死刑复合程序 其律师曾经向最高法院提交过重审申请书 但是无论是死刑复合还是重审申请 七年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的结果 2007年王书金一审开庭之前 聂淑斌的父母曾经找到过郑承越 聂家想要给儿子平反的话 就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判决书 可就这么一纸判决书都从法院里要不回来 聂家最终还是从被害者康家那里 复印了一份当年法院给康家的聂淑斌的判决书 聂淑斌的父母跟郑承越说道 我们就想听办案民警说一句实话 我儿子到底是不是真凶 郑承越跟聂淑斌的母亲张幻之说道 大妈你儿子不是凶手 你放心 不管哪一级领导来调查我 只要我的人头在这儿 我就一定会说实话 此后郑承越不断地受到上级纪委的调查 各种流言和非议四起 2009年49岁的郑承越被停职了 理由是年龄到了 该给年轻人让到了 郑承越曾经回忆说 他如果当年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许就可以安安稳稳做他的副局长 但是他做不到 郑承越的父亲在文革时期 曾经被诬告入狱 小时候的郑承越就是靠在街上捡烂菜叶子长大的 后来父亲平反 郑承越也成为了一名警察 当时父亲就跟郑承越这样说 警察掌握着人民的生命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一定要实施求是 不能作假 郑承越把父亲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 2014年底 随着河北省四只老虎 省委书记周本顺 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斌 和省委常委政法书记张悦的落马 聂书斌引来了新的转机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 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异地复查聂书斌案 复查后根据结果决定 是否对聂书斌案进行重审 这是中国法治历史上 第一起异地复查的案件 异地复查在冤案的审理上至关重要 聂书斌案的案发地点是在河北省 一直以来也都是河北省的公检法机关 对这起案件在审理 这就不免会出现一些观观相护 或者是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外一个谎言的做法 只有异地复查才能够保证 最公平公正的重新看待聂书斌案 山东省高院的异地复查工作 经过四次的延期 最终在2016年6月得出结论 原审判决缺少客观证据 在作案时间 作案工具 作案方式的认定上存在重大疑问 原审认定的聂书斌犯故意杀人罪 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 不充分 建议最高法院启动重审程序 2016年12月2日 最高法院宣判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审被告人聂书斌不罪 2017年3月 河北省高院宣布 赔偿聂书斌家属 国家赔偿金268万元 2018年8月 聂书斌的父亲聂学生因病去世 母亲张涓之说道 二老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儿子的冤屈被洗刷 死眼的瞑目了 而此前一直坚持说出真相的 副局长郑成月 晚年因为肾功能衰退和尿毒症 痛苦不堪 更是因为2018年11月的一次 医药费众筹活动 再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少负面消息席卷而来 说当年郑成月被迫提早离港 并不是因为聂书斌而被针对 就是正常的组织安排 同一批被免职的有46人之多 还说父闲在家的这些年 郑成月家中有老人生病 夫妻两个人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 再加上开公司赔了钱 卷入了不少民事诉讼 有一些人甚至说 郑成月这一次医药费的众筹 根本就不是用来看病的 而是用来还债的 2018年11月5日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医院 开出诊断证明书 证实当时57岁的郑成月 确实患有肾功能衰退 尿毒症 高血压三级危险组 腹腔肌液 脑梗色等9种疾病 2018年底 郑成月已经在家人的陪同下 去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 我想说的是 抛弃这些是是非非 就单凭郑成月 当年在聂树斌案中 坚持说出真相这一点 我就敬他是条汉子 如果没有这些心怀正义的警察们 没有那些坚持 报道是是真相的记者们 没有那些顶住压力 也要帮聂家打官司的律师们 聂树斌案可能永远都要被 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了 护格和聂树斌 虽然最后被洗刷了冤屈 可是这所谓迟来的正理 也无法换回他们年轻的生命 最后令人感到后怕的是 如果没有赵志宏和王书金 自述杀人这个极其偶然的因素 护格案和聂树斌案 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重提 那么又有多少个 不为人知的护格极乐图和聂树斌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